近期封面降雨增加 加上了午後的雷震雨 全臺的水庫都有進帳 桃園的石門水庫 蓄水率增高到了五成 中部熱潭的水位 也快要接近滿水位 只是相較於中北部 南部的水情卻是依然不樂觀 雖然說真文水庫的蓄水量 已經破一頓 但是水庫的容量是比較大 因此蓄水率還是只有兩成 以往的干涸被水取代 這是當地居民 都相當開心的事情 因為五月二十一號起 桃園水勤進入減量供水的承登 但隨著這波降雨 石門水庫短短半個月內 水庫蓄水量達到五成 水位變化是不是很大 很大 就一下子這個一個月 就大概百分之五十 中部也有好消息 空拍日月潭看到過去的湖光三色又回來了 水利署統計日月潭水庫水位逐漸攀升 距離滿水位只剩三公尺 未來一週持續降雨 有機會滿水位 而高雄澄清湖也明顯上升 到湖邊散步的民眾很有感 截至十五號為止北部石門水庫蓄水率雨過半 中部德基水庫蓄水率兩成以上 日月潭水庫更有七成 只是這波降雨對南部的蓄水率幫助似乎不大 水利署表示這波降雨全臺都有進障 中文水庫因為本身庫容量大蓄水率才會緩慢增加 即便如此還是期待氣象局預估的下一波雨勢 能下在集水區全臺水庫都能解渴 記者綜合報導